大家好,我是平 今天我们来做彩椒灰蘑菇和干嘎蚝油菇 先准备一点雪豆 我们再来切一点彩椒 将我们准备好的蘑菇改刀一下 将我们的蔬菜和蘑菇放入一个碗中备用 蔬菜抽一下水 油锅内加入两杯水 点点油 这样做的目的可以保持蔬菜颜色的鲜艳 水收开以后倒入蔬菜和蘑菇 大概15秒钟左右 将彩椒和蘑菇取出装盘备用 这个过程蛮短的 但我们只需要将蔬菜收收断生一下 油锅收热 加入一点油就一点点油 将三片以切好的培根放入炒锅 煸炒出油 再加入一点大蒜和葱丝 继续煸炒入味 再加入一点大蒜和葱丝 然后加入已经过过水的菇菇 然后加入已经过过水的菇菇 翻炒一下 加一点点盐 调一下味 出锅 出锅 一道彩椒和蘑菇就做好了 这道菜油不但颜色鲜艳 有荤也有素 口感还清淡 爽脆 相信你也能够喜欢 请一定要试着做起来哦 做好了我们的彩椒和蘑菇 我们再来做干杂蚝油菇 我们先来改造一下我们的蚝油菇 我们既可以将蚝油菇切成小块 也可以切成小片 切好 装盘 我们来调一下味儿 四分之一茶匙盐 四分之一茶匙白胡椒粉 喜欢吃辣的话 再加上四分之一茶匙辣椒面 搅拌一下 放置一旁腌制 我们来处理一下九层糖 我们只取叶子 将腌制好的蘑菇加入一些生粉 这样不断可以吸去腌制出来多余的水分 而且有助于将调料附着在蘑菇上面 我们现在来炸蘑菇 油温180度 360华氏度左右 先放入我们的九层糖液 先放入我们的九层糖液 因为油温非常的高 大概达十秒钟左右的样子 将九层糖液 将九层糖液逊室 取出 然后将我们半锅生粉的蘑菇加入摇锅当中 我们将蘑菇逐一放至摇锅当中 这样蘑菇既不会沾黏在一起 炸制的过程当中蘑菇还能受热均匀 炸大概两到三分钟左右 将蘑菇取出 将油温继继继续升高 我们再来将蘑菇复杂一到两分钟左右的样子 使蘑菇歪层更加香脆 取出 用厨房用纸 吸掉多余的油纸 将蘑菇和九层糖液混合装盘 一到香杂蚝油菇就做好了 这样做出来的蚝油菇 口感异常的奇特 是一种酥脆的外皮和嫩滑内部 与丰富香气相结合的美妙体验 相信你也能够喜欢 请一定要试着做起来哦 希望你能够喜欢今天分享的 彩椒会蘑菇和干杂蚝油菇 谢谢你的观看 如果你喜欢我分享的视频 请一定要点赞订阅并分享哦 我是平 谢谢你们 我们下次再见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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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